大家好,我是健康传教室小季 您的健康大小事都是我的事 登登 有没有看到这是什么 对,它就是一个棉花棒 那在我有记忆以来呢 我常常看到我妈妈做一个动作 就是拿棉花棒掏她的耳朵 而且她在掏出来的地方常常有发浓 就是流浓啊,流汤的一个状况 那我常常看到我妈妈有这样的状况 而且我妈妈有严重的偏头痛 她吃普拿藤的药一次二十几年 那就是常常还会有一些耳鸣的状况 那后来我才慢慢了解 哦,原来这些都跟中耳炎有很大的关系 那她一直去看医生 我看她平均四个月都要去跟医生报道一次 可是这种状况维持了一二十年 她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那一直到我接触了营养这个领域 就是营养食品的这个领域 我才慢慢有一些了解 那其实中耳炎呢 就是我们的中耳神经是负责我们的平衡 还有很多神经的一个传导 那但是当我们有病毒感染 或者是我们免疫比较弱的时候呢 那有可能就是细菌 它就会造成我们中耳发炎 那这个中耳发炎的状况呢 对很多孩子来讲 现在蛮多小孩哦 他在感冒的时候 又有可能会有中耳炎的症状 可是中耳炎如果没有处理好 它有可能造成听力的损失 或者甚至是永久性听力的一个损失 所以这是蛮严重的一个部分 那目前来讲呢 就是西医的治疗方式 它可能就是用药物 最主要是用抗生素的方法 或者是它也会用一些抗组织胺 可是呢对于曾经罹患过中耳炎的孩子 他有可能就会变成经常性的 就是他一遇到感冒 或者免疫力比较弱的时候 就会有这种症状 那我们就是会比较担心说 经常反复性的这样子的一个中耳炎的情况 后来可能会造成他的听力 或者是他脑神经的一个平衡 会比较容易造成有晕眩 或者是中耳炎 或者是耳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怎么样才能够帮助我们的中耳炎 可以变得更好呢 那我用我妈妈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在我妈妈这样中耳炎 二十几年快三十年的一个历史当中 她看很多中医习 这个情况就是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改善 那后来呢我就了解这个原理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它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变得比较弱 那我们知道抗生素它可以杀病毒 但是它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细胞自己修复的 那如果是来自于免疫系统的问题的话 那其实如果我们让我们的细胞得到充足的营养 那它照我来讲就能够修复 也不会那么容易发炎 所以当时我是用综合营养素 然后还有鱼油 因为鱼油它本身也是一个天然的消炎剂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就像一个救火队一样 它会针对很多发炎的地方去救火 然后另外我也让我的妈妈使用葡萄籽精华 因为葡萄籽它本身也是很好的抗眼化剂 那其实很神奇 在我妈妈用了这样的产品 大约将近四个月以后 它的二十几年将近三十年的中而言完全好了 就是现在我再也没有看我妈妈耳朵有流浓的一个状况 那我仔细去了解这个过程呢 其实它非常简单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实我们的细胞也足够的营养 那我们的细胞就会做对的事情 所以如果中而言的源头来自于我们的免疫细胞的一个不平衡 或者是我们针对于病毒的这个部分 比较没有办法去做好的修复的话 那其实我们提供给我们细胞足够的营养 它就会做这个正常的基准 那另外来讲就是说 如果有一些因为中而言长期发炎而造成的一些耳朵的一些问题的话 也是当我们提供给它正常的营养的时候 它自然而然就有办法收干那个伤口 然后就会痊愈 那那一些浓啊那一些不好的物质 就会慢慢流出我们体外 所以其实真的我们好好的照顾我们的营养 是可以让我们的中而言完全痊愈的哦 我们下期再见